市長謝國良這兩天持續到基隆市議會備詢 雖然中選會還沒有正式公告罷免案是否成案 不過已經有傳聞如果成案可能會選在10月5號 謝國良生日當天 對此謝國良表示個人的感覺還好 但是會比較心疼自己太太看到新聞時 心情是變得比較低落 我個人是比較還好啦 不過昨天這個新聞我們家也有看到 那我太太看到以後心情是比較低落 因為以前我生日的時候 就是太太小愛我還有甚至我媽媽 我們都會一起來聚聚慶神 這也是我們家裡過去以來這個 有的這樣子的一個習慣 所以他看到腳事這一天 我覺得他可能壓力會比較大一點 那我是還好 我覺得我會尊重配合 會不會覺得中選會這樣子為審限定 這可能要我個人覺得還好 我盡量尊重 至於市政府和Net也就是主副公司之間 關於東岸商場的官司案 法院判決下市政府取得三連勝 市長謝國良認為罷免案沒有正當性 其實法院已經證明東岸商場是屬於基隆市政府的 那我們依約依法取回我們的市有財產 而且沒有任何一條法律有說我們有錯 反而是Net主張他們的所有權已經三次被法院否定或駁回 所以事實已經非常清楚 那這個罷免也沒有正當性 不過我在想現在罷免已經被拿來利用作為重新選舉一個手段 只要輸的方透過罷免就可以重新再來選一次 那不選白不選嘛 所以他們還是會努力試試看 由於市長謝國良這兩天在議會備詢時 聲音已經明顯沙啞變小聲 謝國良指出自己重感冒喉嚨爆痛 但是尊重議會因此不請假還是會到議會備詢 抱歉我這兩天真的是重感冒 而且喉嚨非常痛 痛到大概兩年前新冠那個時候的痛法 所以我等一下可能跟議會借一下一個試劑稍微測一下 希望一切都沒事 那如果身體可以符合的話 我還是會表示尊重議會 積極參與議會的質詢 謝謝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